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 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 現於2016年3月31日 舉行公投制憲運動籌款萬言 VIP席一席12位 每席3萬元 一位席卷2500元 普通席一席12位 每席7200元 一位席卷每位600元 席卷購買方式 请参阅myradio.hk 育扣重促 多谢各位支持 最詳盡的新馬資訊 帶你看盡世界馬壇 論盡馬圈天南地筆 馬場USB 節目主持人 尤達 好,回來第三節的尤達會客室 今次我們又很高興請到楊俊上來 謝謝你 楊俊上個星期我和你談過一些關於早期的工作 以及為何你會對馬這麼有感情 興趣 而上星期也提及過 你從寫報紙開始 然後就進入馬會 在馬會做了很多推廣的事 其實某程度上都會用另一個角度去參與這個賽馬 當然當中你寫稿的事就沒有改變 我想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問你在馬會做了多久 2008年10月做到2015年9月 差不多10年 都做了這麼久 差不多了 其實你覺得你在馬會這麼多年間 其實有什麼得著呢 其實得著很多 你說上星期看照片 可能你說可以去到外國的馬場 坦白說你叫我去旅行 我都未必會特意去馬場 因為你同行的女伴未必肯這樣去馬場 你知道這樣去一天 你就有機會去馬場 你亦都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而且我上一集都說過 我本身是完全沒有概念 起碼叫有一點點 知道怎樣去銷售一件事 或者怎樣去包裝一個產品 都有一些皮毛 經過幾年的洗禮 我覺得對我的人生 或者之後走的路 學識了這些東西是有幫助的 的確 其實當時我都知道除了你 也有不少圈中人 或者熟悉馬的人 都在你們推廣市場部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以前的雲家俊 雲家俊 現在是否正在做馬場 現在也是 以前是 尹家俊 做完百樂群英 在關龍節目裡 做完之後 都入了馬會 做這種工作 某程度上 看到近年 馬會在推廣賽事 或者一些賽馬相關的事情 明顯是進步了很多 起碼他們都知道 知道馬迷要什麼 知道馬迷要什麼 不跟他硬燒 但硬燒得來 他又不知道怎樣燒 但現在明顯是因為你們的關係 帶到元素進去 令到他們 也不要這樣說 令到現在這麼進步 但是後來 我知道你現在都離開了 為什麼當時會做了這麼久 做得應該都可以 為什麼會 你信不信一件事 是一朝起床 你覺得自己的使命是結束了 香港小姐 你可能下年 就說自己四孕巡遊一周 但是馬會 你覺得自己的使命 完了 說出來 你也一頭冒水 但又真的 因為 好 我剛才說了 做了七年 如果我繼續做 剛剛一五年 應該是我第八個國際賽 那 我覺得我人生需要一些突破 而且我始終 我進去 我很想做幕前 這個是我自己 窮一生去追的夢想 是 如果我繼續在那裡做 沒錯 是一個很安穩的環境 我也不覺得 會忽然間被人解僱 坦白說 但是 人需要突破 因為自己年紀不小 如果你還有能力去衝 或者去追 的時候 為什麼不去追 對的 其實年輕人最重要 其實是 有理想 我補一句 其實我在一五年的年中 在十字路口位 那裡徘徊了很久 應該放棄馬這個事業 還是繼續在市場發展 我覺得兩方面 不可以共存 因為 如果你以馬為終身事業 你不可能 再這樣分散時間去做 你的貼士成績會跌 大家都明白 你拿多少時間去 還有你的精神狀態 可以得多少時間去跑 也是一個 年紀不小 也是一個點 所以我覺得 不如 試一下 衝一下 當時很多人都說 你應該有工才走 但其實完全不是 我只是覺得 我要靜下來 想一想 我下一步應該怎樣去部署 所以我就走了 其實當時 你剛才說 你比較想希望在幕前 其實如果你說馬會官方 幕前做的 雖然近這幾年 多了一些新的面孔 但是始終 我得罪一些說句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當然有些 譬如今季由Rita 轉了沙拉 或者再早期一些 Gigi 還有Sery Sery 其實都很久了 但是 會不會看到這些不斷的 新的人加入 而你又很想去嘗試 又很想去嘗試 但又差一點 所以覺得應該想出去闖一下 會不會是一個 令你離開馬會的 一個因素 譬如這樣說 我2008年入馬會 當時可能一些節目 還是幾位前輩 可能卡洛斯 澤哥 洪禮賢 他們做 做一做一做 發覺 咦? 就連我搞那年的港馬之王 都開始上了 那你開頭可能覺得 一個可能到一個退休 才會有一個上 現在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所謂你後面 但是我從來不在 黃禎濤他們 我從來不在他們前面 但是 感覺上 咦? 他們都爬了頭 你如果 還是說 一個先走了 到一個 原來都不會輪到你 是 很現實的一件事 他根本都不會輪到你 那不如 會不會 退一步 海闊天空 有些事情 放手 是否真的可以擁有呢 所以 你說得對 楊俊 很多時候機會 會不會是留給一些有準備的人 所以 你離開了馬會之後 你跟著的發展 我看回 莊燕 現在你很少上去我們和何馬的節目 但其實你都 一轉一轉 其實現在在很多幕前都可以看到你 包括現在我們去的第一張相 是 這張相 你自己說 有蔡俊佳 有澤哥 這張相 應該就是你 離開馬會之後 你去了奧亞衛視 是嗎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正式在媒體公司 找不同的客人 這個奧亞衛視 是 公司 我們可以在那裡 談談馬仔 由第一場談到第十場 又有些前輩 可能是阿佳 或者是 澤哥 他們拍著你 其實火花會大 我的進步也會大 也很感謝馬會AV那邊的同事 給我機會實踐自己的夢想 因為始終很重要 機會很重要 然後 剛才那張 回到澤哥那張 是 那張 回到之前那張 這一張 那時候應該是 你剛剛開始 當時你們 應該正值 這個應該是十二月左右 對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 如果我沒有記載 因為當時是DBC 對 就退出 不再直播賽馬 那 澤哥後來就出來了 當時 在澤哥之前 蔡進階都好像是 在奧亞衛視都一直都做 一直都做 其實奧亞衛視由 15年3月開始 有幾位主持大家都認識 深月也做過 當然 深月 林祥你認識 是 Anthony Anthony是我搞那年 港馬之王的其中一個十強 以及我 DBC 可能沒有搞賽馬之後 就找了澤哥幫忙 因為他的經驗實在太好 當然 你想想 一個周榮區 他哥哥也這麼厲害 澤哥在幕前做了這麼久 那時候上班 你知道周榮區幫了我很多英文 我們寫中英文 我的英文一定不會登到大雅之堂 就說 Danny幫幫忙 他真的很好人 周榮區和你都做過同事 對 所以其實 這個圈根本很小 其實很小 所以 當時你們 現在這張照片 你們在奧亞衛視上 好像在現場做 其實在直播室看著螢幕說 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看到一些動作出 不是說一下動作 走圈狀態 澤哥說完 我們又呼應一下 其實跟現在電視官方台說現場 或者有線說的 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是另一個台說的意思 你始終都要有一個台 可以去到我們國內 但這個奧亞衛視就是 澳門和國內 國內有很多地方會播 明白 我們去下一張 去回剛才這一張 這張應該是直播室 那你當時 說回沙圈還是怎樣 是的 總之一至十場 由行圈到集前 到 這個節目沒有得報派賽 沒有派賽報 只是報賽果 所以就要多些人去 即是賽果都是哪隻馬爺 第一名一號 第二名二號 第三名三號 因為如果你發到這些片 去到大陸 當然不能說 樂菲不能說 除非 譬如說有其他渠道 上到看到其他台 當然那些有賠率 那些就是什麼 但如果你說這個純粹 將這件事當運動 那你就不能說 所以就要想多些事 這個跟坊間 可能J2 又或者有線 那些有少許分別 特別是集前那三四分鐘 你都要想些事 我們不可以說啡燈 不可以說綠燈 不可以說哪隻馬 突然間不見了幾個百分 不能說 如果你不報這些 在香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資訊 尤其是那些看不到電視 聽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不能報 其實也挺難的 難的 所以特別是他可能跑完回來 拉完頭馬的時候 報派賽那一部分 你也要想有什麼要說 通常都是說回 連馬師現在多了幾場頭馬 又或者他接下來的馬又怎樣 拿回一些Stack的東西 去交代 令到那段時間填滿了他 他又不要那麼疼 而且你也有些拍檔 其實交流都不容易 很重要 都不容易 因為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能說的 是呀 那你變成說 譬如那場 或者有一隻新馬賽 或者都可以說一下血統 對呀 繞一下血統 或者一隻馬來香港之前 是怎樣怎樣怎樣 都可以帶一下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 就真的只是說 其實阿佳在那裡 他說的那些 馬外國 或者在外地市集 那些事情 已經很expert 可能阿澤哥每次都記得 一隻馬行圈是怎樣的 其實已經包了一件事 我就可能找多些Stack的東西 那我想問問你 會不會在臨場 因為你說那些 投注各方面的事情 你不能說 是呀 譬如說你講完行圈之後 你們是否需要說 我覺得哪一隻好 會給哪一隻 會給提示的 都會給提示的 只不過你不能說得非數的事情 是完全不說的 但也挺有趣 我覺得有點有趣 因為你又不能說派彩 又不能說賠率 但你要告訴別人 你喜歡哪一隻 其實都有些鹹淡水 除了 先回來 除了你在奧亞衛社 一直都在做 其實除了這個媒介外 我知道你也在另一個電視媒介 都出過 亦都拿了算盤 和阿森月都做過 都是同事 我們先去下一張照片 這一張你自己說 但不是18台 這是求財 這是64台 其實18台固然是播安跑馬 64台 那時有節目叫 競馬新人騷 這個節目是想一些 新人類去用一個新的方式去推廣這個賽馬 當時沙圈 我和Paris 對 和Paris 去講沙圈動態 直播室就是阿鵬和郭世浩去講裡面 在直播室裡面 郭世浩之前都講過馬 阿鵬 是阿鵬 阿鵬 他講過馬 他講過馬 就真的沒有盡力了 雖然我現在沒有盡力了 我現在沒有盡力了 但他講過馬 很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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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到 如果我以一個買馬 的人 我也會喜歡聽他講過馬 當然他們兩個合起來一定會有火花 而你 你和Paris 尤其是你 因為你又有你之前的經驗類似 你變成可以 帶多些 不同的東西 專業少少的元素 始終這個 這個都是一個 不是正式的賽馬 其實我也覺得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因為這個節目主要是想找一些新人 剛好這個節目當時跟我們公司有些合作關係 所以我很榮幸有機會去到這裡做過幾集 但這個應該都是每逢夜馬才去的 夜馬才有 現在他又變回熱鬥競馬場 跟上季一樣 這個節目就沒有了 之前就只是3T的三場去講 講四、五、六場 現在都是由第一場講到第八場 其實他都好像他的足球一樣 一個就正正經經 就有些專業的足球評述員去講 那麼他那個台 即阿鵬那個 不說什麼台 現在拍著這個 就是用一個 俱樂部形式 俱樂部和以一個投注角度去講球 其實兩種講法都不同 例如他們還有拍大頭、阿升等 很多 所以其實都挺特別的 還有這些可能年輕人 年輕一代就會比較喜歡聽 還有他有些女生上去玩遊戲 可能問周邊的東西 看看他認識不認識 透過問那些問題 其實客人都會認識多一點 好,我們去下一張照片 其實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也是你正在做的 這位是Paris 這位是當時的照片 其實那個節目是四、五、六場的 最初就在沙圈裏做開啟開啟 介紹馬場有些什麼玩 或者交給客人一起去聊聊聊天 之後就每一場說沙圈 你看到什麼 可能是哪個馬主很緊張 就是那些動態 那些花邊動態 這個和我華為時的分別就是 這個比較軟 我華為時的分別就是 那些東西要比較實 這個可以稍微一點去說 都沒有問題 那其實你喜歡哪方面比較多 其實我比較貪心 我兩樣加上隨意中間 因為你說去到太尊 我有少擔心馬迷會覺得悶 那你可能 譬如你以前熊亮石的那種 正經得來 其實有少少不是 那種我覺得挺有趣 我反而拜過那種比較多 太硬了 那時候未必那麼好 我這樣看 又比對 不要說畫面 不要說幕前 譬如說 又和你當年 當年你做 你做《河馬仔》 那個節目的時候 那種方法 當然你平常這樣說 但不需要出鏡 但你覺得 在網台做網台 和你做這個幕前 其實你自己會喜歡哪方面 我喜歡做幕前多些 因為始終 就是銀幕前 始終要別人認識你 要有認受性 你單靠一把聲音 就這樣去聽 我想我的聲音 很多人跟我差不多 我想出了樣子 令到別人更加去認識你 這樣會好一點 好,我們先去下一張照片 這張應該是球彩台的節目 對,球彩台 這張是回到錄影廠 對,錄影廠 其實如果我不需要做幕前 我會在幕後做寫稿 這個節目 其實全部稿都要有份寫 這集是國際賽 當時找了阿平叔做嘉賓 找回他們的台處主持去玩遊戲 對,Rita 當晚Rita贏了 結束了節目很開心 因為鬆一口氣 始終當天做完第四場 做完第八場 相對要的資訊更加多 其實當時你如果在那裏做 要連他們說的寫稿 都要幫他們準備買 全部是,要寫的 當然,例如Rita 應該都會認識 阿鵬也會認識 阿鵬也會認識 或是我要做一個資料寫稿 給他們 港馬當然是他們自己說 他們這麼厲害 他們自己會做功課去說 但這個你有沒有在幕前 這個 基本上如果我那天在沙圈 我就在沙圈那裏 和他們直播室的互動 如果我那天沒有工作 在沙圈那裏 我就在直播室看著這件事 有沒有什麼脫漏 有什麼要遞 發生 類似PA的角度 也挺特別 現在看這個畫面 看阿鵬 我都說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這個台 雖然阿鵬也有Facebook 大家也有聯繫 但真的見得少了 可以先回來 剛才我們和你口中也聽到很多 你在幕前一些崗位的演出 或者做主持 我知道你最近 做了一些比較不同的事情 但在未講過你自己拍攝的事情之前 有一件事我很羨慕你 為什麼呢 我自己也有做Facebook的Fan Page 我自己也有做 我自己這個節目馬場USB 也有做Fan Page 我在做Fan Page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 你也知道 Facebook有一個功能 你可以用同類型的網頁去比較 我當時認識了你一段時間 但你也不知道原來你有做Facebook 而我一看到Facebook 我便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如果我有你的零頭 已經不得了 很快會有的 為什麼會這樣問你呢 當然 你寫稿 做主持 以及在其他公開的賽馬活動中 亮相 某程度上已經聚集了一些人氣 其實你現在做Fan Page 我現在說的是 楊進賽馬專業 我們先去下一張照片 就是你這個專業 你這個專業 如果大家看到 七千多個Like 那星期有百多個 即是每一個星期 我收到Facebook的統計項字 我會求你看 我每一次看到 你這個Page 真的很誇張 即是每一個星期 都會有幾十人 去Like你的Page 即是有時1% 你想想 七千多人是1% 即是七十多人 即是我們那個 打到打到死 打到死 打到爛 又怎樣做 都只有幾百個 如果我看同類型的賽馬網頁 你這個都算是假細糖 其實女生那些 那些比較多 深月那些 深月 他們增長得很快 很快 但我先說回你 你不要再說另一個 你這個Page 你做了多久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上季開羅出街 即是1415年9月出街 兩年多就七千多人 真的 我也想跟 我也想請教一下你 是 我自己也有看過你這個網頁 你這裏應該都 有時候會放自己的東西上去 是呀 譬如說你 有片 有相片 有片 我稍後再說 好 你說說那些 相片 或者你的提供 我想問問 我那個 我就會把我自己 所有寫過的東西 報紙專欄 那些 我就會把那個文章 轉載上去 覆進去 覆進去 方便一些 當然希望一些人 買份報紙看 但如果不是 都要說 有些看開我的 但又不是看報紙的 都可以在我那裏看到 那你這個網頁 最主要 除了提供 你們 有些甚麼基本的東西 你會放進去 基本的東西 其實兩樣 第一樣 就是 排位那天 晚上 我交稿 交完稿 我跟商務談好 我可不可以把那些提示 放進去 那就OK 那我就把那些提示 放進去 如果你剛才問我 為什麼有這個數字 我猜 我猜是因為 因為他們早上起床 譬如一四排位 大家都知道 可能二五 九點鐘起床 已經看到 我八場 或者十場 的提示 擺出來 他可能覺得 第一手資料 因為 你就算坊間的報章 你星期二都在出排位版 但我這裏已經齊了所有的提示 但是 你那個網頁 真的 你自己有些拆局心碎 當然 可能跟你原本寫報紙的 會有些不同 其實一樣 我盡量不會想 不是說有不同的事情 而是因為 蝙蝠問題 你不會說 當然 如果你報紙 說八場 你沒有人在說八場 當然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都應該 因為這個 只不過是另一個媒介 而你是作為一個個體 我覺得 真的沒什麼所謂 但我真的很佩服你 這件事 就是說 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聚集到這麼多人氣 而那個網頁 真的 如果我看同類型的 其他有些 我免得開名 真的不夠你多 其實 你問我 除了剛才的項目 我真的想不到 可能 我當是各位給面 或者可能覺得 我 其實你有沒有做過 自己有沒有做過什麼推廣 當然你也會有做些 但是 某程度上 很多都是 如果這樣 就是一傳十 十傳霸 看到就去讚你 我在其他 蔡馬科林 都有提過一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可能 我之前在市場 那裏做 有一班 會入馬場的馬米 他們認得你 都不出奇 我猜是這樣 因為很簡單 我讚好你的粉絲 會彈出一些同類型的人 出來 同類型 我又選擇了 我覺得心願好 按 這個 好 又按 按一下 我猜是這樣吧 每個禮拜都這麼厲害 每個禮拜都百多人 很誇張 這件事 我自己沒有辦法 想到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當然 最重要是 你最重要是 給什麼呢 那些提示 提示給得準 馬迷又跟得到 又開心 你中得厲害 不是 我的集中一場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那些 不可以那些 但起碼 我的取向就是不同 因為我集中 集中一場 一場 或者精選 這樣說 當然 回到 剛才你除了這個 Fan Page之外 我知道你最近有自己拍片 你自己拍片 當中我不說你的內容 當然你也是說一些 精選 有什麼碼要說 但是就是說 拍片 是什麼驅使 你自己拍一段短片 放上去 還有我相信這段影片 也有放上去你的 Page 有 就被人瀏覽 你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概念 上一集 我不是說 參加馬壇超新星 腳都鎮起來 我在馬會臨走前 ANU DINNER 參加了一個 即是Call Ma比賽 那時候可以背 你Call Ma 他早就告訴你 你哪一場 只不過是你臨場 怎樣去演繹出來 也是個遊戲 我那次在台上說話 我就覺得 咦?我定了 可以 起碼雙腳不震 對我來說 是一個鼓舞 因為 你由一個會腳震的人 變成不震 還可以說得到話 差很遠 已經 我進去馬會 不久 有一次我見到龍哥 因為龍哥跟我 工作得很密集 我問他 龍哥 我很想說馬 怎樣才可以說得到 他回答了幾個字 他說 楊章你沒有觀眾緣 嘩 心真是跌到地上 即是說 你喜歡這件事 但又有人判了你 不能救 那怎麼辦 那就靠自己去努力 去粉碎這件事 即我不排除 龍哥到今天都說 你沒有觀眾緣 不奇怪 但是 你起碼要做一些事情 去訓練自己 過得自己過得人 所以我便要拍片 我要更多人認識 又或者 我給一些字 現在的社交媒體 都有樣子會好些 不撇除你 好嗎 你必須這樣做 去訓練自己的口才 如果將來有機會跌下來 你要做得到 如果不是你再次拿著咪 我給你 給你 叫你站著 你又是腳振的 如何給你機會 這倒是 所以要去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就是你準備拍攝的時候要做的 每一次之前都 即是你那個片段短短幾分鐘 但你做的事情 其實都準備了 事前的準備功夫都不少 其實不少 坦白說 因為我以前對鏡頭 都不太敏感或者好 我拍的那一招 是看著鏡頭 說了三個字 才出門上班 你沒有辦法的 先天有些事情你沒有 後天可以補救的 就是你看著鏡頭 會令到些人覺得你有信心 你給貼士人 都是想人跟 你說到一塊塊的時候 別人怎樣去 就是讓你說服到跟你買 自己都口窄窄窄 都不要說你條Q39元 還是309元 這件事不是 是你怎樣去說服一個人 令到去相信 楊進說的話 是你要去相信 這件事我最初欠缺 其實我每一集都有看 你每一集都有看 其實看著你 不斷地進步 和說的話 是越來越流暢 其實挺好的 因為我沒有時間 而且我自己也有個節目 如果你說好我好多 所以再做一段自拍 不要玩 不用睡 不是不用睡 是被人打 又是你 所以我覺得這樣拍這個影片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 可以先回來 其實想問你一樣 剩下時間不多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看你早期拍的那些刺客片 你是有放少少一些賽事片 現在坊間都說得很興奮 就是那個版權修訂條例 就是網絡23條 現在可能被捕到 可能會被捕到 政府撤回 但是當時這件事出現的時候 其實不要說你 我們和一些其他做的網媒 其實那個影響都不少 因為很多東西牽涉到 叫做版權 或者授權 各方面 我看到你最初有這些片 後期就簡直減少了 其實會不會因為這條 如果當這條例真的通過了的話 其實對你做這部影片的影響有多大 還有你自己會想些什麼方法 去令到這條影片可以播得來 又可以播到你想播的東西 不如我這樣說 先說一下影響 現在那條影片有些賽事片 如果真的有這條條例 基本上我要去拿資料回來 才可以放進去 譬如我問馬會 我跟他說 我想要哪個 哪個月哪日的哪一場 那先不要說錢的事情 撤回時間 你排位出 到你拍到外出 可能只說兩天 星期一排位 星期三都會跑 你有沒有可能 星期二拿到那條賽事片 回來給你剪掉 這件事應該可能性不大 還有要錢 有沒有錢 不知道 因為這件事真的兩體 我不敢在這裏說 一定要錢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公眾 除了影片 還有照片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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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體 你自己去拍 好像我們擺出來的 全部都是自己出品 要不然 找人的 我們全部都要註明 當然要問個人 當然要先問拍攝的人 要在照片上 要註明 誰 起碼要先做這件事 但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其實這條例過了 會對內容很大影響 如果你要一個個人單位去做 成本效益未必值得去做 你當我現在看到那條片 即是平時我粉絲的那條片 那條賽事片 假設不問人拿 即是不問馬會拿 我可以拿一個資料 拿到一些馬照 但是馬照 始終是不全神的 你說馬怎樣怎樣 上一場怎樣受困去輸 但你把照片 我當你連環圖那樣出 你都未必出得到 他怎樣受困 全意表達會差一點 而且牽涉成本 我不是只說金錢成本 而是時間成本 基本成本 因為你需要去 那樣東西我覺得 比金錢成本更加重要 其實增加大 你要拿到資料回來 你怎樣拿到資料回來 我當一張馬照 你跟記者說我想要這場 人家是否立即會給得到你 當他真的肯給你的時候 你拿一次 你拿兩次 你會不會拿二十次 水用貿易你要自己拍 對 我自己拍就是沒有時間去拍 你不會拍得到那樣東西 好了 其實講到這裏 時間已經過了 真的過了 已經超時 已經監製了 但anyway 今次跟你談了兩集 其實都很看到一些新一代的平馬人 尤其是怎樣去為自己的理想 以及怎樣去把自己的想法 告訴馬迷 然後殺出一條血路 其實楊俊李也算是一個 在我眼中都是一個很成功的 新一代的馬平人 所以在這裏 我很衷心希望你 在你未來的日子 無論你在幕前 或者你自己的Fan Page 或者你自己的製作 都可以更上一層樓 更加多人就認識你 有空就教我怎樣 烹調Fan Page的人氣 好 第一次多謝你 好 多謝你尤其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 真的過了 多謝楊俊接受我 尤其會客室的訪問 我們要到下星期 馬場USB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